梁朝伟和刘嘉玲算得上是这个圈里既有分量又有名望的明星夫妻 不过由于两人都太打眼 所以关于他们感情不合的传闻 往往会上娱乐的头条 深情胖杯甜蜜对望 在刘嘉玲的香港某餐厅开幕典礼上 老公梁朝伟以嘉宾身份到场祝贺 以实际行动帮老婆大人的餐厅招揽生意 这也是两人近期爆出冷战消息后 第一次同台亮相 颇有点粉碎不实消息的意味 完成支持了 他今天来就是对我很大的支持了 然后可能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挺放心的吧 就是他知道我有要求 日前香港某杂志刊文 称刘嘉玲严密监控梁朝伟的一举一动 两人陷入冷战状态 可当媒体将这个问题抛给刘嘉玲时 他却出人意料的哈哈大笑起来 你去问他 你敢不敢 我不是那种人 我那么忙 而且我从来不会去想这种有的没的这种东西的 所以你不会像杂志那样说的去操控 从来不会 从来不会 我自己都很多事情 其实自从两人结婚以来 梁朝伟刘嘉玲的感情生活就一直被各种各样的消息包围 事业心强爱热闹的刘嘉玲常常被爆和梁朝伟巨少离多 眼下刚开了餐厅的刘嘉玲还有了投资电影的打算 不过事业固然重要 可不能因为太忙而影响了感情啊 电影要管的事情要比餐厅多太多了 等我再准备一下吧 准备好了我想我也会去尝试 Why not 我太阳一辈了 我太阳一辈了